哈囉 各位玩家大家好 歡迎收看電玩宅蘇珮 我是主持人安娜黎 最火爆的網頁動作遊戲《霸劍列傳》 終於要正式登場囉 這款強調免安裝立即玩的作品 裡面有三大職業 個個都是威猛無敵 大家想要感受一下最爽快的戰鬥打擊感嗎 大家趕快來玩遊戲這沒錯喔 由1758 Play平台代理的《霸劍列傳》 即將展開公測 這款搭著免安裝立即玩的網頁遊戲 有著打擊感十足的對戰風格 玩家想在副本獲得高評價 得先熟悉技能和攻擊範圍 以劍師為例 招式大都屬於中距離廣角高傷害 屬於初期很好上手的職業 當玩家練到15級左右 會先學到五個頭新攻擊技能 在這個階段想打出連擊取得高分 可以運用普通攻擊 連擊升龍戰時目標浮空 展開連段 並以重擊追加倒地傷害 全獅擁有多段連擊 以及豐富的追擊技能 屬於快速突襲的職業類型 在15級時 可以以風山級突襲開場 連接擊風連擊 雷霆浮空接爆拳 落地後補碎骨 完成連段攻擊 法師皮薄血少 但攻擊距離最遠 並且有靈魂燃燒和 魔法衝擊等等 避免敵方接近的牽制技 在對戰中 要注意走位和敵方的遠程攻擊 不然很容易就領便當 想打出連段 可以利用牆角等地方 釋放飛天舞 魔法彈 並用光芒四射做空中連擊 比方倒地起身前 可以釋放魔法衝擊等技能作為壓制 以上三種職業在發展到後期 將會學習到更多技能 也會衍生出不同的連段 甚至跨職業的聯合攻擊 更深入的遊戲內容 就等待玩家自己研究囉